广东红远宗经理朱邦宇既出组合拳,一口气拿下选秀大会上的山东民宿纪敏上之子季祥,北京大学中封万圣尾之后,昨天又官宣搞定有小雷德之称的梦夺,广东红远宗成了个小雷德之称。 他与未免冠军辽宁队相媲美的郝振,现在广东红远万事俱备。 之前主教练,据知情人相笔者透露,国家队南蓝蓝队主教练杜丰将重返广东红远,出任主教练,近期走马上任,带领中投王家老英后卫加期国手的郝振冲击总冠军,去年杜丰到国家队任职,出任中国南蓝蓝队主教练, 红远的帅印交到了尤纳斯的手中,老游带领新老交替的广东红远征战2017-2018赛季,取得常规赛第三名。 事实上如果不是山东队在收官战收着打,第三名应是山东队而不是广东队,进入季后赛后,老游的球队调打新疆南蓝,几乎以横扫的战绩淘汰对手,进入第二轮后宏远不敌辽宁,遭遇对手羞辱惨败出局。 上赛季是广东队折腾的一个赛季,选择外员的眼力太差,小外员更换了两次,某种程度影响了球队的成绩,但老游的直角也跑不到哪里去。 他在战术上的死板和用人上了固执,遭到广大球迷的诟病,有人不敢用,不懂得用,常规赛不敢练兵,季后赛不敢用人,坚持欺人轮换,最后玩死了自己。 事实上老游完全不适合当任广东宏远的主教练,既没眼前的好成绩,也看不到球队的未来。 虽然杜丰不是一流主教练,但是老游的死板和固执让人怀念杜丰,杜丰最大的优点是敢于放手用人,防守积极努力,是气叫盲球队有朝气,杜丰带队宏远四年有过惨败,但好歹2016到2017赛季带队杀进了总决赛,一切显示杜丰处在进步和上升之中,朱方宇和宏远高层选择杜丰,重新出任球队主教练是比较好。 当然他不是最好的主教练,还有很多不足之处,需要提高和改进,目前杜丰还在国家队带队,8月中旬带队打摇基金慈善赛,中国南岸两队将于9月初合并产生主帅,里南呼声极高。 据了解,宏远高层也不希望杜丰担任中国南岸主教练,有意请他回归,杜丰回归宏远帅位已是板上钉钉,他有望本月下旬,或是9月初重返宏远,走马上任。 杜丰将带领阵容豪华的广东队重新上路,全力冲击新赛季的总冠军,祝杜丰好运,宏远好运。 杜丰好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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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丰好运